中国的经济放缓 或者中国现在出现的这个通缩的现象 其实会对马来西亚的经济有所影响 新加坡在香港的政治跟经商环境出现了变化之后 以及中国大陆在面对COVID-19的疫情的时候 实行的强硬的清零政策 其实是吓到不少的国际资本的 哈喽各位同学你们好 欢迎回到陈建老师的频道啊 本期的谈古论经的视频呢 我们也回来跟大家讨论一些比较严肃的东西 我想跟大家再探讨一下 关于马币贬值的这个问题 因为最近呢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这个媒体呢 就开始将这个矛头啊 指向我们目前的政府啊 这个无所作为啊 对不对 没有办法保护我们马币的汇率啊 关于这个问题 我这边有一些观点想跟大家分享的 我也希望观众朋友们呢 可以不要争论先 因为我很容易我们扯到这个 十四政治上面的讨论了 那我们从一些经济现象 还有一些经济数据 对我收集了一些经济数据 来给大家去判断一下 是不是Ringit的贬值 还有一些我们普通的普罗大众 没有关注到的因素呢 第二个重点也要回到新币堆 马币的汇率上面 我们之前有一条视频啊 是关于新币的走势 跟马币的走势的讨论的 可以点击我们屏幕的右上角啊 看回我们之前的讨论 那我们之前就讲 马来西亚政府 在这个货币政策上面的选择的方向 跟新加坡政府 就新加坡的金融管理局呢 有不一样的选择 所以造成了新币比马币来的强 最近马币对美金的贬值 跟马币对新币的贬值 其实是贬值幅度不一样的 马币对新币贬值的幅度呢 是厉害过对美金的贬值幅度的 同学们难道你们不好奇吗 为什么都是贬 那应该啊 美金强过新币的哦 为什么新币对马币的表现 好过美金对马币的表现呢 这个问题我也找到了答案 当然可能不是唯一绝对的答案 但是我找到可以解析 这个发生这个现象的理由 所以如果同学们能够给一个点赞 或者订阅陈建老师的频道的话呢 那我们会更加努力的将水分榨干 对吗 希望以后都给大家只讲干货 其实这个很难的 因为有些东西到底是你觉得是 可能我听过我懂 但是其他人未必知道对吗 所以作为老师的话 重口难调对吗 我只能够做一个平衡好 那话不多说点赞了我们正式开始 我特地的去整理了几篇文章 关于这些宏观经济货币政策 马币汇率的几个文章来给大家呢 带出我想表达的在这条视频里面的 回答刚刚的两个问题就马币到底还有什么因素在弄到他跌 以及为什么对新币会衰过对美金的呢 我看的这几个文章呢 其实都是在DH的周刊那边呢 从不同的几个礼拜的这个issue里面呢 那我看到 然后我现在觉得可以将他归纳在一起 这个是第一个文章 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文章 这个是在2023年6月12号的DH的周刊啊 它的标题是 Why weakness in China's economy is a problem for Malaysia 从这个标题里面我们可以直接的知道 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其实是想指出 中国的经济放缓 或者中国现在出现了这个通缩的现象 其实会对马来西亚的经济有所影响 而对马来西亚的经济造成影响 其实也会造成马币的走弱 这个就是我说这一条视频里面 想跟大家分享的核心观点 喂 我想问一下大家 坦白讲中国跟马来西亚的贸易数额 你们知道有多少吗 And 中国跟马来西亚的进出口贸易的总额 会变多还是变少 能够被我们马来西亚的一个部长 Ok 或者两个部长 经济部长加财政部长 或者是我们的首相 可以控制得到的吗 控制不到的 so 这个东西我们尽量的给大家看一些数据 让大家可以客观的去了解 现在发生的事实状况 那另外的文章就是 这个是2023年5月29号DH周刊的 这个封面故事啊 你看Cower Story Black Flag for Exports Further Contraction Ahead 马来西亚的出口贸易 可能在接下来下半年 会进一步的受到逆风的影响 recovery expected in second half after near term volatility 这篇文章里面也有详细的论述到的 美国的利率一直升 对不对 升到5%了 然后我们马来西亚的利率 现在才3.25% 所以你有差不多2%的gap吗 所以马币就贬值了 因为外资会撤离吗 对吗 然后大家在财经新闻上面就看到 哇 马来西亚股市的这个外资的这个资金啊 是outflow的对吗 外资撤离啊 哦 那就实锤了了 对不对 马币的贬值就是因为这个利率差造成的 所以呢 我们又怪到中央银行那边去了 so 我们现在从这几篇文章里面呢 的这个核心观点里面呢 注意去看一看 首先我们回到刚刚的第一篇文章里面了 就是论述中国的经济放缓 对马来西亚的经济的影响 那同学们不相信的话呢 我来问你们一个问题啊 马来西亚最主要的贸易伙伴 number one的对外贸易伙伴 是哪个国家 新加坡 美国 还是中国啊 答案是 中国 而且中国占马来西亚的这个出口的比例啊 相当高 左上角的第一个就是马来西亚 前五个export destination 那中国是占了超过16% 第二名是新加坡14% 第三名是美国11% 单单是这一个数字啊 我们可能已经可以心中有数了 就是世界上两大经济体 美国跟中国 谁对我们马来西亚的经济的直接冲击 会更加厉害 就是他如果少跟我们买东西的话 那我们的这个出口生意 谁会跌的更加明显 很明显 是中国啊 这边我们顺带看看右边的 哎 泰国啊 泰国的number one的这个 export destination country呢 反而是美国接近15% 所以为什么这些年 因为我们在之前的一个公开直播的时候呢 有跟大家讨论过这个马币贬值的问题 那就有网友就讲到 哈 泰国 泰国 泰国呢 比马来西亚 Ringit强很多 以前我们换泰国 马币对泰国 是听说可以换到差不多一对十的嘛 现在一对七左右 so 透过刚刚的两个数据的对比 啊 我们现在知道为什么了 泰国跟美国的经济的关系度更加高 所以泰国跟US dollar的那个correlation 那个关联性呢 更加强 而我们跟哪个国家的货币的关联性比较强啊 好像是人民币哦 所以最近人民币的贬值 其实也对马币的弱势有带来很明显的影响 那我们回来继续讲啊 刚刚提到的 中国是马来西亚的出口的destination number one的国家 而马来西亚是中国在东盟地区啊 最大的这个贸易伙伴 so 马来西亚跟中国的这个国际贸易关联度 非常非常高 强于东南亚其他国家 那这个大家要知道哦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下面的这个图表 今年的首四个月 2023年一到四月 对比2022年一到四月 马来西亚出口到中国的商品 总值下跌了11.13% 而在同一时期里面 马来西亚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总值呢 大概是维持不变 2023年跟2022年没有变化 那么中国对马来西亚的进口量下降了超过双位数字 那其实就意味着在国际的货币市场之中 在国际贸易里面呢 你要来我们国家买东西你要用我们国家的货币吗 或者你要用美金来换我们国家的货币吗 那么对马币的这个需求在国际贸易上面的需求啊 起码中马之间啊其实就少了 那么这个会不会就是马币走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呢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另外的证据啊 就是马币对美金的走势图跟人民币对美金的走势图 美国的美元对马来西亚Ringit现在是4.67马币对1美金 其实马币对美金最糟糕的时间不是现在2023年 反而是2022年的11月份 其实是在去年大选之前啊 我们马币对美金呢是去到4.75的 现在还没有破新低的其实 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看到媒体上面啊 铺天盖地的讨论呢 好像我们对美金呢跌出了历史新低这样子 其实跌出历史新低的那个不是美金 反而是新加坡多了 我们等一下回去讲啊 同学们请记住一下这个图 2022年这是过去一年啊 2022年的下半年的时候呢 我们就看到美金对马币出现了升值 然后马币重新升值 然后今年以来呢马币重新贬值 那同样现在我们换过去 这个是美元兑人民币 人民币最近也在贬值 而且毕竟7块3人民币对一美金的 这个心理关口 而原来你看啊 exactly在去年11月的时候 人民币对美金就去到7块3的这个前期的 高点就美元兑人民币的高点啊 那现在其实人民币会不会贬出新低呢 大家正在观察 但大家看一看呢人民币的这个 整个过去一年的汇率走势 你看从一年前人民币6块7对一美金 然后贬值到11月7块3 然后重新升值回到6块7 然后现在又重新贬值7块2卯多 那这个走势大家再看多一眼啊 是不是跟马币的走势啊 相当相当的雷同 这个其实有一定的历史渊源的哦 除了刚刚我们看到的 中国跟马来西亚之间的 这个贸易的密切度 还有就是 在我们这两个国家的中央银行 对于汇率的政策上面呢 也曾经显示非常非常同步 尤其是在2005年的那一个时候 非常非常的经典 那我们跳过来这边呢 维基百科 2005年7月21号 中国呢就宣布解除人民币跟美元的挂钩 然后在当时候15分钟之后 我们马来西亚的中央银行 我们的Bank Nagar同时也宣布啊 废除7年前实行的Ringit 与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 那对于一些年轻的马来西亚朋友 可能没有印象了 我们是在1998年 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之后 马来西亚中央银行宣布 马币跟美元呢 固定在3.8对1美金的这个水平 同时呢 马币不再国际化了 不可以离岸交易 那这个叫做Ringit Pack的东西啊 马币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呢 从1998年到2005年呢 才正式废除啊 一共是7年时间 那当时候中国呢是宣布 不再单一挂钩美元 而马来西亚的中央银行呢 则是宣布放弃马币跟美元之间的 这个固定汇率 改成呢 Manage Flow 就是在一个范围里面可管理的 让我们马币在可管理的范围里面呢 自由浮动 所以同学们在了解了这个往事过后啊 再看回人民币对美金 马币对美金 为什么人民币跟马币的汇率走势 还相当同步的啊 大家不难理解了 因为马来西亚跟中国呢 都是非常依赖出口的国家 如果你的国家的货币是保持一个比较弱的走势的 那么长期对你的出口带动呢 是会形成比较强的竞争优势的 尤其是中国跟马来西亚主打的出口领域呢 并不是那种非常非常尖端的高科技产品 那种高附加值的 反而是普通的电子电器 又或者是原产品类的这些出口产品 那么这些产品呢 面对其他国家的出口竞争呢 比较厉害 所以啊 你的国家的那个货币就成了 人家考虑要不要跟你采购的一个关键了 so这个是陈建老师我给大家找出来的 人民币跟马币在对美元的汇率上面 为什么会显示出一定的同步性的这个理由 那如果大家觉得有学到新的东西的话呢 请大家大方点赞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讲什么呢 就回到另外的问题了 马币对新币的汇率 为什么会糟糕过马币对美金的汇率的呢 过去12个月里面 马币分别对美金跟新元的走势 红色的这个就是新元的汇率 马币对新元的汇率是创出了新低的进入6月份 而马币对美金呢并没有创新低 前期低点呢 仍然是2022年的11月 那么我们之前呢就给大家对比过 新加坡的金融管理局 是怎么样管理新元的汇率的 因为新加坡呢 是一个很多东西都要靠进口的国家 如果你国家的货币贬值的话呢 国内人民的这个生活就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了 不过现在很明显啊 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 是我跟你这样子的 生活在马来西亚国内的人民 那当然我们刚刚就讲了 马币贬值的这个另外的原因嘛 为什么新加坡比美金还要强呢 关键字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这个是新加坡统计局的网站 过去10年 2011年到2021年 新加坡的FDI的这个统计数字 这里是insingable dollar 大家可以看到的 外资一直都处于对新加坡的投资 正增长的状态 而最明显的就是在2019年过后 even though 2020年是COVID-19的疫情啊 对吗 2019年过后 2020年跟现在看到的2021年 新加坡的FDI的数字都是猛争的 那这个其实是跟在亚洲地区 它另外一个主要的竞争的城市 有关系就是香港 2019年发生了这个反送中事件之后 整个香港的这个政治环境 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 而令到国际资本呢 逐渐的在中美的对立大背景底下呢 越来越倾向于选择新加坡 so 我们也来看一看啊 香港的这个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的数字 那这边呢是以香港dollar来计算的 那刚刚两个图 一个是sigable dollar 一个是香港的这个港币 but你会看到香港的这个FDI在2018 尤其是你看2019年是掉下来的 2019年之后 它并没有像新加坡这样子出现猛争的那个现象 那看来这两组数字的对比 就支撑了我刚刚的这个观点了 新加坡在香港的政治跟经商环境出现了变化之后 以及中国大陆在面对COVID-19的疫情的时候 实行的强硬的清零政策 其实是吓到不少的国际资本的 那么这些国际资本 以及中国大陆内部的这些资本 向海外寻找啊 另外的一个地方backup的时候呢 新加坡就成为东南亚的一个最大的赢家了 我之前有看到另外的一些统计数字的 就是香港的那些写字楼 就是香港的很多的很premium的office的building啊 出现了很多的这个退租潮 很多的这些跨国企业 将他们的总部从香港挪到新加坡 造成新加坡很多的这个高档办公室的需求呢 是出现了紧张的情况的 这一点呢 我就请问一下 我们屏幕前面 如果有在新加坡工作的马来西亚人 或者刚好有新加坡的朋友们 对这个新加坡的office的需求的环境有所了解的 欢迎在我们留言区呢 给一些comment 我之前看到的这个讯息是这样子的 那新加坡吸引了这么多的国际资本 对于新币的这个走势保持强稳 很明显就是一个加分再加分的因素嘛 所以同学们给大家收集了这么多的不同的观点 以及这些财经的数据 希望我是有给大家回答到 我们这个视频一开始的时候提出的两个问题的 就是第一 马币的汇率近期表现那么的糟糕 除了跟美国的Fedal Reserve那边持续的加息 保持利率的高企 造成马来西亚的利率啊 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gap 之外 中国大陆目前面对的经济衰退的这个隐患 是很有关系的 其实中国大陆现在出现的情况 就像当年日本患上这个日本病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形容 中国大陆现在在疫情过后出现的这个情形的 就叫做Balance Sheet Resection 就是中国大陆无论是政府部门或者是私人企业 尤其是个人 household的这个房贷啊 车贷啊 信用卡贷款这类的 贷款去到一定高的程度之后 你没有办法再制造经济增长了 你要进入一个还债的去杠杆化的这个过程 这个其实就是你的资产负债表 没有办法再扩张了 你现在要shit表了 就如果我们借债太多了 现在你要卖车卖房子 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这个状态会持续的造成整个经济出现了 你刺激它也可能刺激不起来的那个情况 加上在中美对立的这样子的大背景底下呢 人民币的汇率很可能会继续保持疲弱 那这个有可能会继续影响到我们马币的这个弱势表现的 而新加坡对马币的表现 强于美金对马币的表现 我们也给大家从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的这个角度 从这个香港的国际资本 转移到新加坡的这个角度呢 来给大家带出 哦原来也有这个重要的因素在这边的 希望同学们满意 陈建老师我给大家交出的一个小小的答卷 对吗 毕竟整理这些资料呢 是不容易的啊 同学们希望你们大方点赞啊 而我也明白 屏幕前面的观众朋友们可能最关心的就是 马币什么时候能够重新回升 马币什么时候才能够重新变强啊 那么陈建老师我也很坦白告诉大家 在此时此刻我也没有能力给你们一个绝对的答案 但是我寄望 我寄望啊 像刚刚我们引述的文章这样子 在今年的下半年 尤其是在我们马来西亚的周选过后 当我们的政治动荡的隐忧降低之后 我希望我能够看到我们马币有重新走强的现象 毕竟因为现在在周选即将来临的这个时候啊 马来西亚的金融市场呢非常非常的保守 大家都在场外观望 会不会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在我们马来西亚的周选过后 假如马币还没有回升的话 那我们的股市投资者会借题发挥 重新炒作那些会受惠于货币贬值 带来出口增长的那些相关联的企业呢 那同学们你们怎么看 欢迎你们在留言区分享一下你们的看法了 如果同学们你们想认真的去研究 怎么样去寻找这些能够在经济放缓的情况底下 出现业绩成长的成长型股票 growth stock的话呢 可以点击我们视频下方的一个报名链接 报名出席我们一个两个小时的webmail 到时候呢 我会另外再用两个小时的时间呢 来给大家讲解一个投资新手怎么样在大马股市里面啊 可以去寻找得到成长型的股票 这个是一个免费的webmail 但是位置有限 马上点击我们视频下方的链接 去预留你的位置 好吗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边 希望同学们会喜欢我们这一次给大家分享的内容 and我们下一条视频再见 拜拜